嗨嗨!G媽!元氣騎士前傳 這款遊戲真的是多災多難 一開始上的那一天到現在應該大家都還在齒輪當中吧 所以對岸又叫這個叫元氣騎士齒輪 對!我沒有記錯的話 發生什麼齒輪騎士啊等等 發生是把這個名字做各種惡搞 所以也就是說 不管是對岸還是台灣還是全世界日本韓國 我都遇到一個狀況就是他一直在玩齒輪這件事情 我大概講一下我有加入LINE的社群 那如果是台灣以外的朋友呢 你可以看一下巴哈姆特的遊戲討論 或者是去看B站 B站的很多影片 我覺得做的都還蠻好的 可是我沒有搜尋在台灣搜尋過YouTube上面的影片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 對!那就算有人做基本上 我覺得大陸那邊會比較完整 那大陸跟台灣有很多不同 比如說刷裝備 那比如說在打一些地方 有一些小bug的地方 我之後都會講一下我觀察到的這樣子 那這一集的話就沒有講太多硬核的東西 那這一集稍微來討論一下就是 大家很關心這個到底是什麼遊戲 那你不要懷疑它是一個賽季遊戲 所以說如果你要課金之前你要想清楚 像我的話是還沒有課 那我非常非常想課 可是我看到一個東西 這個啟航賽季這邊 你在按新角色之後啊 他會有個啟航賽季 那啟航賽季這邊有個問號 那我們把問號打開來看 OK那這邊的話就講說 他這是一個賽季都有新的玩法和機制 那也就是說 呃有種可能性就是你在這個賽季創的角色 下個賽季可能有些新的元素什麼的 你就體驗不到 那你必須要在下個賽季也創一個角色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這個遊戲不是在11月10 呃24號上嗎 OK好那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就是11月24號 然後到11月30號 對你不要懷疑 是一個賽季 那這個賽季完整賽季呢 可能就是從11月到11月底 那12月1號到12月的看一下 12月31天到31天 呃像我在這個時候創個元素法師好了 那我在這邊呢 我簡單講一下這個賽季 OK 我這邊呢 我的裝備 我的裝備 然後會減半 減50% 這是賽季裡面會有內容 等一下我們看文字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不共通的像羽毛 所以羽毛要重打 這一點是讓我覺得哇哦 那羽毛的話 你裝備可能還可以拔下來 你在下一個賽季 可能我12月要創的時候 我還可以把裝備 留給我下一隻元素法師或等等等 可是我的羽毛沒辦法 那再加上你下一隻元素法師可能練的跟這個元素法師不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羽毛打完的關卡之後可以選buff的地方 對每一次都會不一樣 那你不一定可以選擇你這一次比較好的buff 那也就是說羽毛會非常非常的缺 然後再加上說如果說你不練新的角色 那你把11月這個時間創的元素角色 呃帶到下一個賽季的話 那我的元素法師的裝備會減半 雖然能力沒有變啦 那裝備的性能會減半 磁條不會 羽絆也不會 可是性能會 那就差很多 如果說像我的元素法師是完全沒有 呃50級之前都沒有點到力量的 那我的元素法師的原本 就是靠裝備撐起來的那個部分就會被減半 這是非常傷的 那如果你全部都點智力 然後你的裝備智力 那不管怎樣 你到下一個賽季之後 你的裝備也是會被減半的 那羈絆跟磁條不會 聽清楚 羈絆跟磁條不會 可是羽毛 裝備減半跟buff這種東西 你沒有辦法避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文字 這前三個有沒有 這都剛才都講過嘛 玩法機制啊 然後新增的玩法會被保留 那可能會隨在賽季而結束 所以剛才就講的是可能有些新的東西 只有新的賽季哦 那舊的體驗不到 那你就勢必要創 這是一個推測 可是 這就是賽季的規則 對很多玩法賽季的規則 那可能也不會 那就看看涼霧之後怎麼搞 也許他把新的一些劇情啊玩法 舊的角色 你不用創新的角色 你11月的角色也是可以玩的到 因為11月快結束我就這樣做舉例 好那這邊有寫第三點嗎 賽季結束開啟後啊 玩家新增的角色是賽季角色 那帶有賽季角色的標示 那賽季角色自動轉為非賽季角色 就賽季結束的時候這邊有寫OK 所以他有分賽季角色跟非賽季角色 那簡單來講就是賽季角色是賽季當那個期間創的 那只要不是那個期間創的 上個月之前的全部都是非賽季 老外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子就不會有大欺小的狀況 那大家都是平等就是12月以後 同一練這樣子 可是有一些時間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辦法那麼乾的會覺得說 那你幹嘛一直要求我創新的角色 那你要創新的角色可以啊 只是說你角色的裝備會減半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賽季的內容 有沒有這邊有寫說 體驗完整的賽季內容 非賽季角色只能體驗部分賽季內容 那這些都不多講了 OK裝備有講了這邊 有沒有50% 基礎屬性 所以他是講那個叫基礎屬性 那這邊有寫磁條跟羈絆不受影響 對不對 好那在這邊有寫 強化 然後龍濤 然後磨練 是桃吧 對 好然後賽季角色 僅能強化龍濤 跟磨練賽季裝備 我現在 我腰好痛 我現在看字好勉強 好那這非賽季角色 僅能夠強化龍濤 跟磨練非賽季角色的裝備 也就是說你新的賽季角色 很多東西是不共通的喔 你要聽清楚不共通 包括了這邊 強化龍濤跟磨練 然後倉庫是公用的 所以大家問說 就是創的新角色有沒有什麼不同 那倉庫是公用的 只要是可以丟進倉庫的東西 全部都是公用的 簡單來講 那果然是不互通的 所以水果要重新打 OK 好 那卡片的話 卡片也是不互通的 但賽季結束之後 卡片會合併到非賽季的角色 也就是說 譬如說 我剛舉例 11月 12月 1月好了 那我們現在在經歷的是12月這段時間 那也就是說 我12月這邊的 果然啊 卡片啊 是不互通的 那如果我1月再穿一個元素法制角色 那這邊就會 互通 這樣子 好 有沒有這邊 挖耳機的語 挖耳機理智語 與非賽季的不互通 OK 這邊都寫得很清楚 那巔峰等級 巔峰等級是50級之後 然後他為了讓你可以繼續獲得經驗值 可以再加強 那他就不會等級往上 他就是在一個巔峰等級裡面 那他裡面有分力量 然後 敏捷 然後 跟智力 OK 那你就可以加點 那我記得沒有錯是25點 就力量25 跟智力25 元素法師應該都會以這個為目標去創 那敏捷也是25 所以 你要先點哪一個都沒有差 那 我所說的沒有差是指 你主要是點力量或智力這樣子 因為敏捷的部分我覺得 我現在也是靠一些小詞條去稱我的敏捷 還是夠的 對 好 那我們繼續 連線冒險 就是 連線賽基角色只可以跟賽基角色 做連線 那無法與非賽基角色做連線 也是說 我12月 我11月創的沒辦法跟12月 的賽基角色做連結 那我沒有辦法大支 代小支 對 那如果12月 那如果過到1月份的時候 如果我創原素法師 那我就是可以 大支的11月的元素法師 然後代12月的小支的元素法師 這樣子 好 OK 所以課金前你要想清楚 你需不需要 玩這個賽季 那如果你課了之後 你12月是沒有辦法 讓你11月的角色代喔 這是最 要想清楚的地方 好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我現在時間是 晚上的6點33分 對 只要是 就是 在 一段時間之內 好 這段時間呢 我都會避開 早上 10點 到 然後 晚上的 12點 就凌晨24點好了 我們這樣寫24點 我都會避開 因為這段時間超多人玩的 那 6日是第一個大家碰到的 就是今天 今天的話是 今天是幾月幾號 是2月1號星期五了 對 也就是說今天是大家碰上的第一個6日 我不知道說這個時間規則會不會在 因為很多人可能想說半夜晚 對那半夜晚可能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玩的話你要想清楚 好 那 算 還算輕鬆進 那剛才講了嘛 就是水果啊 卡片不互通 那 只要是可以丟進倉庫裡面的都是互通的 好 OK 那 現在是11分 那剩下的 下一集講 愛你們囉 嗯嘛